在进行低碳生酮饮食的实践过程中 通常都会出现坏胆固醇LDL升高的现象 有些人会在刚开始实践低碳生酮饮食的时候出现 随后会恢复正常 然而还会有很多人坏胆固醇持续的维持很高的水平 有些生酮饮食的倡导者为了证明他们的合理性 并且让他们的追随者放心 对此进行了很多解释 其中一个最被广泛传播的解释 就是坏胆固醇的颗粒论 如果低密度脂蛋白LDL是大颗粒蓬松的 则认为是安全不用担心的 只有小颗粒的LDL才会导致心脏病的风险 然而这样一个理论尽管看上去有道理 却没有有分量的科学研究的支持 更危险的是 这个理论和主流的医学实践背道而驰 这让很多人误以为现在医学落伍了 从而让很多人对于较高的LDL的警示不以为然 这里我从科学的角度出发 提供证据来证明 低碳生动饮食引起的LDL的身高不可忽视 LDL依然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可靠指标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 LDL胆固醇和LDL的关系 低密度脂蛋白LDL是指一类在整个血液中携带 胆固醇和其他脂质的脂蛋白颗粒 LDL颗粒由一个由胆固醇脂和甘油酸脂组成的核心组成 周围环绕着一个由磷脂油离的胆固醇和载体蛋白 包括载体蛋白B、APL、B组成的壳 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 特指血液中低密度脂蛋白颗粒所携带的胆固醇的含量 它是低密度脂蛋白颗粒中胆固醇含量的凉度 打个比方,如果把血管比喻为公路的话 低密度脂蛋白LDL就是行驶在这个公路上的汽车 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则是车上的乘客 而APL-B就是汽车上的车牌 低密度脂蛋白LDL是有大小的 小而密的低密度脂蛋白SDLDL颗粒的直径通常小于25-26纳米 大而蓬松的低密度脂蛋白的颗粒通常直径大于25-26纳米 中密度脂蛋白IDL颗粒的直径范围约为25-28纳米 而极低密度脂蛋白VLDL通常直径在30-80纳米之间 而动脉斑块以及动脉周样硬化的发展 是由于大小不同的LDL颗粒通过各种机制进入动脉破损的地方而促成发展的 而低碳生酮饮食者的LDL颗粒论的错误在于 大颗粒的LDL的确相对于小颗粒的LDL对于心脏病发展危害较小 但它并不是绝对的 2020年在心脏病学实践期刊中发表了一篇论文名为 《指质在动脉周样硬化中的作用是什么》 这篇论文中指出 所有直径约70纳米以下的含载质蛋白A�B的质蛋白 包括低密度质蛋白LDL及低密度质蛋白VLDL 较小的富含甘油三质的质蛋白及其残余颗粒 均可穿过内皮屏障进入内膜层动脉血管壁 这里清楚地表明 不但小而密的低密度质蛋白SDLDL可以导致动脉斑块 大而蓬松的低密度质蛋白 中密度质蛋白IDL 甚至是大多数极低密度质蛋白VLDL 都可以进入血管破损的地方而形成动脉周样硬化 其次 心脏病风险是和进入血管内壁的载质蛋白相关联的 而这些低密度质蛋白周围环绕一个由载质蛋白A�B组成的壳 因此可以通过测量载质蛋白A�B的高低独立的预测心脏病风险 而与胆固醇颗粒大小无关 LDL胆固醇和A4B通常是紧密关联的 LDL胆固醇升高 A4B也会升高 就好比乘客的数量多 自然对车的需求则增加 LDL胆固醇以A4B二者负相关的比例较小 如果出现负相关 最终还是通过A4B的水平来判断心脏病的风险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 LDL胆固醇高就可以预测载质蛋白A4B的水平了 这就是用LDL胆固醇预测心脏病风险的根据 2017年 Five在欧洲心脏期刊的这篇论文 名为低密度脂蛋白导致动脉周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 来自遗传学、流行病学和临传研究的证据 这个论文指出 多种证据表明 富含胆固醇的低密度脂蛋白LDL 和其他含载质蛋白A4B的脂蛋白 包括极低密度脂蛋白VLDL及其残余物 中密度脂蛋白IDL和脂蛋白LipoA 直接参与动脉周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发展 因此是载质蛋白A4B的数量 而非脂蛋白的颗粒大小决定心脏病的风险 此外 由于测量颗粒大小的实验并不能提供有用的信息 这也就是大多数医生并不额外的要求测量颗粒大小的实验的原因 在这篇发表在临床内分泌与代谢杂志中名为 重新评估低密度脂蛋白大小与心脑旋管疾病的论文中指出 经过评估了LDL颗粒种类的证据 我们得出结论 除了LDL浓度和其他标准风险因素提供的信息外 LDL种类以及颗粒大小测量并不会增加独立而有效的信息 综上所述 生酮饮食过程中出现的LDL胆固醇升高 通常就是心脏病风险的警示 如果还不确定 可以进一步查载质蛋白A4B的水平 在生酮饮食的实验者中 有相当程度的人LDL胆固醇水平高 并且载质蛋白A4B也高 这是由于长期摄入过多的饱和脂肪造成的 所以这些人需要提高警惕 但是有些人却听信某些所谓的生酮饮食专家所说的 去查颗粒大小或者完全忽视LDL胆固醇的警示 这就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分享给正在实践低碳生酮饮食的人 让大家不要盲目倾信网上各种博主的毫无科学论证的观点 欢迎订阅 更多的科学健康知识将陆续推出 敬请期待